看看新赛季传言又来了 是谁又说新赛季的智争是个男的 这不是女孩子吗 而且听说刚应这次做的戏剂非常棒 智争皮走路自带泡泡影响 比以往的还要好看 先来看看新赛季的动画 几乎所有的罪恶都来自于全能的黄金 世人出卖自己的灵魂 当出场就是我们的智争皮 接引黄金的引药 哇 它走路真的带泡泡影响耶 好看好看 有种很傲娇的感觉 等等 这玩意儿不会是紫皮吧 不会吧 珍宝尽在咫尺 无数人屈之若鹜 哇哇哇 这个是猫猫吗 好酷的英勋装啊 谁又能取走这些无主之物 还有这个小兔之日会不会是新赛季的手册呢 最后的赢家 就让海盈与黄金而进 那嘞 视频结尾这三个战役块的花园感太酷了 看样子应该是跟上一个赛季的故事有些关联 也是进行物品拍卖 接下来欣赏一下他们的出场动画 首先是我们的智争皮 没有我得不到的保护 灯塔也无法拦住我 出场风格有点像怪盗的感觉 天哪 不会是怪盗兽女吧 好酷好酷啊 接下来是来还紫皮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请额真的是紫皮啊 一位商人 我们来谈一个合作 祝贺 好了 上了一包彩虹皮了 声音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好听 再来看第二个字品 在魔术表演中刚唱 不有趣吗 哇塞 这个好看啊 魔术师耶 还有这烟熏装好好看 就是不知道染色款怎么样 很很的期待着了哦 其次就是三款蓝皮 古董上导演 呃 好奇怪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拳手 夹克 怎么说呢 一般般 最后一款蓝皮 这个更好看啊 小兔子的感觉 可萌可萌啊 不错不错 跟你说是这三款蓝皮当中 最好看的一个 那么这首隐藏款了 对隐藏款究竟是什么啊 这次大家又传言隐藏款 可能是这真皮 我真的很好奇 但是我希望隐藏款 可不要是这个情依的黑花蛋啊 好了 哈哈哈哈